欢迎来到肥力士Channel 今次印花税终于切辣了 切了辣椒之后 究竟之前和之后对大家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切了辣椒之后 究竟我们是否真的有资金去买楼 以及现在的楼每个都说封盘 究竟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资讯 现在流通着大家所认知的 发生着一个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这条片跟大家一起分析 好,我们现在立刻开始 立刻开始的话 这是讲2024年是刚刚发生的事 如果你还觉得 还有一些SSD BSD 或者NRSD 这些东西还是影响着你 导致你买不到楼 今天这条片你要看一下 究竟切了辣椒之后 有些什么情况 买一层800万的楼 究竟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我们现在就立刻去了 我们先讲第一部分 就是讲 印花税 怎样翻天覆地 没了印花税之后 其实以前都没有了 加了辣椒 已经有几年的时间 在这段这么长的时间里 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 究竟释放我们大家的购买力之后 出来抢货呢? 这个就要看一下大家的消息 看看下面的视频 会不会大家给予一些意见 还有 资金究竟在哪里 还有 香港的楼 是否真的会起飞 有些什么情况 有没有什么个案 可以告诉人 究竟哪位陈太会怎样买楼 还是公司会入货 是否真的影响呢? 还有一个置负的机会 在最后章章会告诉你 怎样可以去做这个登记 我们现在先讲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现在陈茂波在2425年 财政预算案 已经实实在在 已经说了 即时生效 就是香港的楼市 政策全面撤纳 全面撤纳 不是说笑 取消所有额外印花税 买家印花税 和新住宅印花税 这些你可能一路没再跟开 你会发现 只是很多的税项 已经交到都不想交 所以没有兴趣买楼 现在逐样跟你说 究竟它是什么 第一样 就是说 如果撤纳之后 再没有了 NRSD BSD 和SSD 大家已经习惯说 这些全部都没有了 撤纳后 所有的境外客 即是 香港以外的 非香港居民 还有 炒家 非首置客 和首次置客 全部都是看齊 所以 第一层楼好 第二层楼好 全部都看齊 也都不担心 所有炒家 现在是个个都任你们炒 然后 还有买300万以下的住宅物业 你想想300万以下有什么 比如车位 印花税100元 买400万以下的住宅物业 重价印花税 是去到6万 所以 你讲的钱 实在是非常之少 现在我们看一看 有什么例子 先讲讲 NRSD 新住宅 重价印花税 是什么 之前 我们讲 双倍印花税 都不够 所以政府 为了控制 投资者 在16年的时候 决定 加纳 加纳 做了新住宅 重价印花税 NRSD 其实是什么 是因为 我们为什么要交税 为什么要打离印 打离印 就是因为 可以在土地注册处 做一个 转让契约 令到这个契约 可以上法庭 有这个生效 不单是你们自己 私人 双方 找律师 买卖 是政府 这个土地注册 都有你的记录 所以你上到court 这件事就是承认 所以我们 要做一个 这样的注册 这个打离印 其实不单是买卖楼 租楼 你都要打离印 有些人说 如果你自己 逐租 租客 你打算省少少钱 不写一张合约 也不去做打离印 的话 其实对一个 租客 又或者对业主来说 都是有危险的 原因是 为什么 如果租客 突然不交租 然后 怎样好 你是没办法 去土地審柴处 去追讨 你没有交租金的情况 就是因为 你没有打离印 当然你可以 后保再打 但是这个 最好跟随 这个就是打离印的目的 如果 买 第二个单位 或者是 非香港人 一个800万 这个例子 800万 但是住宅单位 在撤纳之前 其实要付 7.5% 其实是很多钱 你要付 新住宅 重价印花税 要付60万 所以很多人听到 你接买层楼800万 现在真是很普通 要付60万税 这个是没有了 还有 撤纳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只是要付 24万 所以 其实总共 省了4.5% 就是 等于36万 省了三十多万 就是因为 减纳之后 就会省了三十多万 其实是非常多钱 还未计 还有一些 BSD SSD 全部捆绑你的东西 全部都会松绑 我们看看 下一个是什么 首先要知道 这个就是税行 你可以参考 这是 之前 之前就是说 如果 600多万 到2000万 就去到7.5% 所以你可以对 你买的 property 即是住宅 究竟它是属于哪一个 类别 你可以看到 percentage 但是 现在的重价印花税 不是新的 是现在旧的重价印花税 暂时 税谷的网站 都未曾 display 是否用旧的 但是现在 个个都知道 是将会用旧的 但是只不过税谷 未曾确认 我们划清界线 是说 2023年 2月 22日 在这一日 11点 划清界线 你在之后 签的 林约 或者正式买卖合约 什么都好 你一签了 其实 那一个 就要跟 旧的情况 即是等于 贵的情况 如果你在后面签的 即是 22号打猴 11点 12点签 23号 24号 25号 完全可以跟 新 印花税 计法 所以 大家要留意 所以 为什么现在 有人会 冲出去看楼 因为 始终看楼 也要做功课 不单 提楼 很多人已经是银行 去做一些预先批核 只不过 他要和你去计数 究竟能不能借到钱 如果你是 识得 有人去和你 架资料 或者你 准备 文件 又或者 博客 会帮你 进行安排 那很多时候 你应该要 尽快准备 因为你要准备了 你知道 大概 自己可以借到多少钱 你的压力测试 究竟 会不会 是过得到 很多东西 你了解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自己 在外面买到什么楼 这就是要做 准备功夫 第2样 就是买家印花税 BSD BSD为了是做什么 是为了打击 境外的资金 在说之前 因为楼市升得太疯癫 所以 不想再有其他海外的资金进入 包括中国 又或者其他国家的人 不想他们进来 打击他们 为了怎样打击 不是不让你买 是让你买 但是要贵点 要给多7.5% 即是 如果他买层800万 又是无端要给多60万 为了打击他 不是不让他买 所以 这个BSD 现在都会取消 但是你不要以为是境外资金 就是说 我明明有身份证 都不是境外那些人 不是 你知道 用公司的名义 去购买 住宅 是以前 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因为用公司去hold住一个单位 绝对是有好处的 所以 用公司买 现在香港人 有限公司 去买一个住宅 其实现在都可以 没有限制 不会被这个BSD限制了 你知道如果你买过 用公司买 一个单位回来 出租 当然你要交税 但是你知道交税 是 所有的支出后 剩下的盈余 先是拿来交税 和你个人 新讽税 那个计法 或者个人入息付税 那个计法 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用公司 hold住的单位 是非常之好 当然 讲公司hold的话 一定是有不同的condition 不是一定说最好 你要看一下你层楼的价值 还有你有没有想着 买完一层 可能会再买第二层 也都知不知道 怎样去扣减 或者用有限公司的 优点和缺点 这些如果你了解的话 绝对是优势 好了跟着再去 再去第3样 就是SSD 这个就是针对 短炒的业主 刚才BSD 就是针对海外买家 或者公司买家 这个就是针对短炒的业主 包括就是 一买回来 马上放了 等于以前的摩货 但是如果摩回来 有短有长时间 我就拿了其中一个例子 如果你持有这个物业 6个月至12个月 在以前一个800万的单位 你需要给15% 就是120万的税率 等于是什么 等于打击你们短炒 希望你买回来 不要那么快放出去 这个就是短炒的情况 以前就是希望 不想你那么快放出去 不想你那么快放出去 就是等于 想楼市稳定 但现在不是 现在经济差 楼市也都差 所有东西都差 它撤辣 就是撤辣了之后 这个将会有什么好处 就是没有了SSD 意思 你买回来 很快可以放货出去 不是叫大家 尽快去摩货 不是这样的意思 只不过说 你没有了这个辣椒 捆绑 令到大家自由很多 因为有时 你买一层楼回来 不代表一定是 对 我就想一定要住 两年三年四年 我可能买回来 我真的计错了 我供不到楼 是不是 又或者买回来 我发现 原来我搬到其他地方工作 不再在附近 我又想搬 以前有很多影响 控制着你 现在不是 你很自由 所以买房 都最容易说自由 你可以容易脱手 这只不过6个月 和12个月的短炒 那个计算方法 是15% 以前还有一些多多少少 现在这些全部 没了 全部没了都好 究竟 香港人有没有钱 买楼 我们现在看看 资金在哪里 我们要看看 定期存款 很多人都有在做定期 尤其是你们留在香港也好 或者来英国那些 之前在香港 卖了楼 或者卖了其中一两层楼 过来英国 也有很多现金 现金 其实掉在银行 什么都不用 差不多零风险 除非银行倒闭 可以拥有 4厘多 5厘的回报 其实是非常之高 即是很久都没有那么高的息口 你放400万 500万 在银行 如果你有几厘收息 其实每个月 都有一些钱 现在你看 现在我们说的定期存款 是黄色这些线 黄色这些 就是说定期存款 由2000年 去到2024年 你见不见定期是 越来越多 加很多 当然 是24年里面有通胀 所以以前的钱没那么值钱 现在的钱的值钱 但问题就是 就算看近一点 2020年 去到2024年 都是四年间 你见不见 多了可能是 四分一 那么多 所以 非常之多的钱 去了 这个 或者 我们说的收息 这些 短期 很多时 我们买这些 它都是每个月续的 就是银行会自己 和你renew 所以你就是说 把本金renew 还是不是 本金renew 其实你按好了 每个月就清 所以很多人 在一个月的钱 就可以出得回来 不是一定 定期一定要放一年 所以现在很多package 很短时间 因为银行 都不想lock你一年 它都guarantee不到 你将来究竟是怎样 不如它逐个月转 更好 所以现在有 九万几亿的定期 现金 是放在银行 当然 这些现金做得定期的 可以是公司 可以是个人 但很多时 都是个人 去做这些定期 所以这里 将会的购买力 很厉害 2000年 是2.4万亿 现在 24年之后 是9万亿 大概是多少倍 大概是三倍 最少是三倍 那么多钱 所以 那里 是说购买力 将会有一大笔现金 其实是放在银行 另外 影响人家购买 一个单位 另外一个考虑因素 就是prime wave prime wave 其实你看到 一样 由1980年 去到20厘 那么厉害 其实我们很少 已经是这样 去到2010年 一直走 都是去到大概 5厘 最低都是5厘 最低5厘 一直打横走 去到现在 5.88 如果你们有公楼 你会发现 公楼的价钱 是现在越供越多 但是你供极 多极 其实都不像 以前说的 10厘 那么多 现在都仍是 5.88 这个就是prime wave prime wave 有什么大P 小P 不同的银行 就有自己的prime wave 计算方法 稍后会再讲解 但是你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 暂时仍是 5.88 在这么多年来说 算是一个 理想 当然 5厘是最好的 但5厘不会永久 是这样 你要预计 就算 这个银行 其实他都想 尽量 在这个社会里面 跟回prime wave 多一点 让他可以赚多一点 这个就是这样做法 然后 hyber 如果你买楼 都可以用hyber 去买 即是hyber加 或者prime 减 可以是这样 现在是4.49 这个都算是多 但是很多银行 如果你做借贷 好视乎 你去做 你自己的 信贷 那个查册报告 究竟你是什么 很有credit的人 即是代表 如果你 很可靠 很可信 你看我其他 便知道 如果你有credit card 你准时还钱 你有公车 你准时还钱 很多有借贷的 你全部准时还 的话 你要计好压力测试 完全没有问题 银行为什么不借钱 给你 一定借给你 就是想借给你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 会还钱的人 准时还钱 有时银行 就会给你选 究竟 你是想 hiber 还是prime 有一些做法 直接是prime 和hiber 它会两个 选最低的 去给你做 下一期的供款 非常之好 意思是怎么样 意思就是 你看 很多时候 有hiber 比如h加 1.3 或者p c-2.25 现在 hsbc 恒生 他们做的prime 都是用5.875 你会发现 如果你出去看 prime 其实有不同 有6 有6.125 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 我们讲 在美国 他加息的时候 香港 不是一定 同步加息 稍后 你会看到 尤其是 像汇丰 恒生 这些 他自己加息的情况 就跟自己步伐 他视乎自己有没有那么多现金 在银行 究竟想不想借多借少 所以导致他现在 只不过还在说 5.875 所以如果你借同一笔钱 你在汇丰 又或者你在DPS 或者你在其他ICP 需要借 大家听到都是p-2.5 但其实 人家这个汇丰的p 是小一点 所以你要留意 究竟他们的p 是用哪一个p 然后你看 还有些cash rebate 去到2% 如果你借500万 520 你两个percent 都会有很多钱 所以 都很吸引 现在我们讲 转按 或者拿钱出来 就是加按 又或者你将它 新楼做一个按揭 其实很多 现在的价钱 都不是高 还有 有些cash rebate 其实都很吸引 好了 再去 再去就是 譬如我们讲 有4个p 大家要知道 4个p 就是primeway的4个p 现在本港银行 通常有4个最优惠利率 刚才你看到有3个 5厘8几 到6厘1几 p 稳定性较高 因为美国的息率 变化 而会调整p 按升和跌 所以2022年美国 每年里面累积 7次上调 他们联邦基金的利率 累计升了4.25 美国 他们升4.25 但我们香港 是不是跟回做4.25 原来不是 所以我们不是同步 本港银行 累积只不过 人家做了7次 我们只不过做了3次加息 当然有些有加 有些没有加 加息大概跟了0.625 所以比起4点多 我们相差很远 加到0.625 是非常之少 所以你看到了 不要想着美国加息 我们一定加 美国减息 我们一定 take advantage 不是 所以我们要留意 香港有香港的情况 你上网一搜索 primeway就有 或者你下面 description 你都可以有 把所有新闻的银行 或者primeway 或者图表 那些传媒的银行 都会放在description 所以你看到 从6.125 去到5.62 这些全部都是有不同的 这些银行会变 所以你应该要在网站看 就会最好 或者你问 你自己的银行 如果你跟他做按揭 时 究竟是什么银行 然后 我做的是什么 我做了一个都较早前 所以是怎么样 就是告诉你 他会以两者 以低者为准 他会找一个最低的利息 去收我下一期的公楼 那个情况 我是做什么呢 就是hyper加1.25 又或者primeway 减2.85 当然是减越多越好 你见不见我减2.8多 现在做外面的 是减 大概2.25 我减2.8 所以对我来说 我是没必要再去转按 又或者没必要去加按 所以我不需要动 除非 我是想套钱出来 所以 在我的情况 我就不会再动 这个就是我 现在的利率 好了 你可以留言 你对后市的看法如何 究竟这件事 切了辣椒之后 究竟会不会令到 你会有兴趣买楼 大别方我们 去留言之前 我们看看 究竟 楼市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有机会 起飞 我们要 给几个个案 看看 包括这个个案 陈泰 陈泰 自己有个自住单位 他有300万 现金 在银行 做定期的 4厘收息 当然 OK 摆在这300万的4厘 其实都很好 现在他在找一个 800万的单位 即800万 800万的单位 是住宅 是做收租的 有些人买住宅 有些人买一些商下 有些人买地铺 什么都可以 没问题 现在我们 切了所有的辣椒 就是 focus 住宅 预计 大约 18000的租金 足够 就是 计算本金和利息 其实 如果你要借500万 其实如果你要计算 500万你的供款 分分钟要上到24,000 所以18,000 其实他可能要再贴 另外少少钱出来 可能他的借贷 只可以借到 大概300多万 那你预计 买楼不是 只看成本价 你还有其他的费用 你要付 刚才那些税项 律师费 你要付 又或者 一些agent的费用 你要付 那很多 还要是 签合约 可能过了 不是太久 就已经 那个税务 税项要付 所以大家留意 你的cash要预备多 少少 不要直接 就是说 我看了层楼350万 这个银行 只有350万 就想着买 不是的 你要预送多少少 好吗 那切辣钱 就需要付 60万的 NRSD 现在切辣之后 BSD SSD 全部没问题 你买完单位 可以立刻转售 只要你赚钱 又可以放 那切辣之后 只是付24万 所以 省了30多万 这个就是 陈太 他现在就可以 出去看楼 因为他没有再被捆绑 记住 切辣不单 是没有了 你的印花税 减低了 是说你之后 没有被捆绑 不让你短时间 买出去 SSD BSD 完全没有影响 行不行 所以这个 绝对 是优势 买卖双方在签订买卖合约后 30天内 你就要 缴交 税行 行不行 所以 你要留意 有些东西要准备多少少 现金 好了 个案2是怎样 个案2 就有公司 开一间 母子公司 母子公司 只要它持有 大概九成的股权 你就可以 注资进去 这个母子公司 注资进去的意思是怎样呢 就是 我现在 可能放500万 进去这间公司 因为我有九成股权 我放进去这间公司 其实这间公司新开 这间公司新开 主要用来买楼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用公司名 去扣入 公司名 扣入有很多好处 你可以租给自己的员工 又或者租给街的人 收租 都可以 通常是做大额买卖 大额买卖有个优点 它的租金收入 会很高 接着可以扣除所有的开支 剩下的盈利 才在年底做报税 所以中间它有很多方法 可以将资金 如何合法地 调动 或者运用 或者早点装修 弄好它 之类去用了钱 所以做公司的人会很有方法 然后 如果要买这层楼 它只做股份转扬 就已经可以 即是 买家 只是买这间 母子公司的股份 他就可以 拿了这个单位 因为它不是买单位 它是买公司的股份 所以有很多的公司客 会出来 继续 去售货 因为用公司买 他们脱手 很容易脱手 所以 收益扣除开支 这个是交税 只是交那些 所以撤纳之后 只需要 24万 即是楼价 3% 它们 加加买 省的税 等于省了36万 行不行 现在公司 一样是很有benefit 在这个 因为它没有了 额外印花税SSD 亦没有了BSD 所以 如果额外印花税没有了 买一个800万的住宅 撤纳后 不用给60万 接着 买家印花税 因为 签临约 去计 如果12个月内 它买的话 你知道公司 很多时候买回来 赚到钱 它就走 它不是 自己住进去 你想想 它又不需要 给120万的税 所以 现在对公司来说 是非常之好 好了 究竟 你是属于 哪一类型的买家 你在下面 可以留言 和大家分享 究竟你在这个情况 会不会去买 或者你是哪一类型的买家 你是会用公司去买 私人去买 还是说 自己家人 因为结婚 所以要买楼 还是你自己 可能转楼 换个家 大一点 这些任何情况 可以和大家 分享一下 市场上 还有很多 新闻 现在已经 一定会炒作 炒作 因为它要 这个题 够 去写 导致 包括什么 很多 反价 例如之前 放的盘 现在可能 收回盘 收回盘 或者反价 以前 可能说 卖800万 现在卖920万 谈着的也好 都不用想 谈着 我都立刻加价 因为 demand supply 不同了 所以 现在真的是炒家天堂 他都在说 不是开玩笑 有机会 以前 炒开的那些人 现在 有这么多现金 银行 有机会 拿回钱 希望借用这个时机 慢慢炒几转 也不奇怪 然后 雨过天晴 现在 东网 楼市 切纳 一天干 是不是 然后 政府 出招 切辣椒免压测 不是免压测 大家要留意 压测 你究竟是不是叫压测 大家要知道 加2% 压力测试 是拿走了 但是 你半成 你的薪金收入 供楼 这个测试 仍然是有 至于 压测 不要紧 最重要 这个半成 你的收入 仍然是有 压力测试 好吗 然后 二手 业主 说起控 反价封盘 这些全部是正面的消息 帮手推动 所有人的 情绪 觉得 买楼 要尽快 ASAP 但是 有些说 就算说到外国的网站 自由亚洲电台 他说 萧永青 大家保守点 不要那么紧张 不要想着 楼价一定会回升 最重要是 你站稳 因为 你知道 楼市一直向下 其实有很多会员 他们在patreon 也有问过 究竟 会是层楼的情况 当然 我不会给到advice 但是我只会给到方向 他知道 你at least 看到我大概有五六个post 是讲关于楼市的看法 究竟 如果你还是 当时有楼的话 你可能 应该要先保持 是不希望等什么 希望真的 等到 今天 这个moment 但是这个moment 其实我都是 没有预计 没有想着 他突然间 在2024年 其实市人不是很差 当然是差 但是不至于 谷底的差 他现在一下子 撤纳 希望可以令到 市 充满信心 不是希望大家炒楼 尽量是希望 市场有信心 钱肯流动 你知道钱肯流动 经济才会蓬勃 所以希望 香港就是因为 这个撤纳 可以令到它 蓬勃上来 我们再去一个 智库的机会 这里有个 QR Code 还有下面 Description 也有link 你可以进去看看 未来 在大概年中 就会launch 这个program 还有现在有个 免费下载 可以有一个 智库前的 准备 你可以下载 有个文件 你可以看到 究竟你在 智库前 是不是有些 要去prepare 今天就这么多 记得 subscribe 我channel 还有 如果有新片 会即时为你送上 如果这条片 適合你 看的话 又或者如果你对 所有 关于 金融的东西 或者 关于经济上有的东西 有兴趣的话 你不妨 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如果有新片 会即刻送上 下条片 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